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是 欸 欸 瑩珍 不好意思 妳回來了嘛 對不對 好久沒一起吃飯了 明天要不要聚餐 我吃飽了 欸 瑩珍 那我們要不要去吃個飯 好啊 因為我好久沒跟你抱面 我們吃飯而久 多好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不吃飯可以看個電影啊什麼的 我都看過了 那我們吃完飯要不要去看個電影 好 看電影啊 我好久沒看了 你會看新的那一部 那個葛雷的五十道印 沒有欸 喔 我跟你講那要看 新的 新的我也都沒看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不要一直點我肩膀好嗎 你為什麼還在這裡啊 我還在主持 喔 OK 對 你葛雷的五十道印你沒看過 沒有 我一集都沒看過 一集都沒看過 都沒看過 我可以去看 我跟你講 那你要先從陳雷的看起 陳雷大哥有演 對 陳雷大哥的直回票價 陳雷大哥的有一百道音影 一百道音影 我可以看一個下午耶 可以 他如果這部不喜歡的話 你還可以看另外一部 哪一部 你老婆演啊 我老婆有演 有喔 哪一部 哪一部 安娜貝爾三 聶元 他沒有演那一部 他沒有演就算啊 我跟妳講那個 葛雷的五十道印 我很想看耶 對啊 那個感覺很不錯 不是 你自己態度差很多耶 平平我們都是男人 為什麼你態度差這麼多 不是喔 不好意思喔 他是外國男人 你是台灣元人喔 差很多喔 台灣元人 我乾脆星球崛起男主角 好不好 好 神經病 為什麼兩面情人要差那麼多 要是你們的話也會吧 完全不會轉到那邊 對啊 真的耶 我還客氣的好不好 轉到這邊是怎樣 有颱風嗎 有颱風 是不是 颱風演 什麼颱風演 今天就好好聊一下 在外面跟人家是一個樣 回來家裡面又是一個樣 那這你很好聊 你老婆不是都這樣 沒有 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來 人前人後演很大 隱藏的另外一面 真是好可怕 我們台灣團代表 歡迎小朋友 歡迎 歡迎 當然對面 不怕人生如戲 只怕忘記聯繫 前後完全不一樣 我們聯合國新男歡迎 歡迎 硬幣有正反兩面 人也有好壞之分 就像每個人的性格 都不是唯一的 今天外國新男們 要來控訴他們的雙面情人 究竟他們的行為會有多離譜呢 請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遇過這個雙面情人 她對你這個跟對她的好朋友差太多了 有 有嗎 之前我交過一個女朋友 很強勢的一個女朋友 很恐怖 她是那種 比如說她的女生朋友在外面出事情 那些女生朋友不會打給男生 她說要落朗就是打給我的女朋友 因為我女朋友會打架 會罵人 會凶人 會喝酒 什麼都會 那你跟她在一起幹嘛啊 就 她也保護我啊 好 好 你是以應徵保鏢的資格 在應徵女朋友對不對 這是重點耶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 反正你就覺得這個女生是什麼都不怕 然後突然有一天晚上她就打給我哭了 她說我現在很需要妳要趕快來 趕快來 妳馬上來 我想說這種女生出事情 那我是不是在準備去戰鬥耶 超恐怖 然後我就衝過去 結果發現她為什麼哭 因為她家裡 還沒辦法進她家的門 因為前面有一個蟑螂 不是蟑螂 她怕蟑螂 她我一怕就是蟑螂 對 然後還有 她不知道你比蟑螂還可怕嗎 她不知道 然後 不是 不是 我也遇過一個前女友 她是就是 對我跟對朋友差 就是 待遇趁得很差 因為她是對朋友是非常的 很好 因為有一次她跟她的家人一起去 去法國旅行 然後就 另一半去旅行的時候 就是等著這邊是 比較期待的是 她帶什麼回來 就是禮物 我也很期待 她是從法國帶什麼禮物過來 然後 她回來的時候 她有很多東西 這是給誰誰的 她的朋友 這也是誰給誰誰的 然後我就最後一個 然後我 我的呢 她說 沒有啊 我說為什麼 她說 那邊也沒有什麼好買的啦 而且她就是你這輩子 這是最大的禮物啦 對 好有道理喔 對啊 你要什麼禮物啊 擁有了她 你還需要別的東西嗎 也是 對 對 對啦 對 我應該對 應該要 對 應該要好好珍惜她就對了 我老婆就是雙鳴人 因為 因為其實有一次我們要去那個 六福村啊 然後我們去那邊兩天一夜 然後就 早上起來嘛 就 我是還在睡啊 就是那種 妙妙妙 可是我就是聽到她的聲音 她就是在跟隔壁的 因為我們一群朋友嘛 然後隔壁的房間跟他們說 啊 沒關係啊 你們就繼續睡啊 看你們要吃什麼 我就帶上來啊 你們可以在房間吃啊 吃完我們才出門嘛 好nice喔 對嘛 很nice 然後她回來啦 就叫我 快點起來啊 然後我就一直說 其實我也不太想起來啊 我也很累啊 我現在多繼續睡一下 然後她就是就很生氣 她說 你不要想這種啊 你趕快給我起床 那我就說 那我不要吃好了 然後拿走我的棉被啊 枕頭啊 全部來開始打我啊 然後就說 你就是這種豬隊友啊 還所有的競爭這個心塵啊 我就算是奇怪啊 為什麼可以跟隔壁的 我們的朋友可以那麼nice啊 對我就是要這樣 因為她需要你的幫忙 把那個食物台回去給她們啊 對啊 她需要你跟她一起演好人嗎 一起演好人 不是只有女生會這樣耶 因為我之前有一任男朋友 他基本上也是雙面人 哪一任 欸 然後他像他 之前他的朋友 就是需要搬家的時候 找他當人手 他馬上就去了 然後一通電話 然後立馬到 然後幫他搬家 然後後來換我要搬家的時候 我就請他幫忙 他跟我說 他的車太貴 不能幫 不能幫這個忙耶 不是女朋友耶 對啊 而且我就想說 你也不是百萬名車 為什麼幫個忙會怎麼樣 而且他朋友是那種 連去IKEA都可以一通電話 他就會過去幫忙 在IKEA的東西也都很大耶 對啊 然後我就想說 哇那你還 寧願幫你朋友 而且像有一次 我們就是大家聚會玩的時候 然後他都會一一把朋友送回去 就是男女不拘 就是每一個都送到家 可是換到我的時候 我們約會完 他就把我送在 捷運站 怎麼會這樣 好笑喔 所以妳們倆是交同一個對不對 而且他很理所當然跟你說 捷運會比較快 要不然路上會塞車 會啊 然後還會說 因為我家從右邊這邊上橋就到了 那你家都前面直走 所以你捷運這邊會這樣 玉琳哥 請問一下小鐘哥會這樣嗎 小鐘哥的人是這樣啦 你也不要怪他把你送到捷運站 是 對 他有一次把我送到加油站 也是那麼快歪了吧 因為他要我幫他付加油錢 哈哈哈 很精靈啊 而且呼之欲出啦 因為音符條件這麼好 他如果有交往過那種 車子不到一百萬的 可能就只會有小鐘而已 哈哈哈 CRV嘛 對不對 修旅車嘛 很適合搬家 怎麼會肯幫你搬呢 可是我無法理解為什麼 可以送朋友回去 然後把女朋友送到捷運站 是為什麼啊 有時候不順路啦 是不是 什麼 什麼東西啊 所以順路應該是你女朋友吧 對啊 沒有啦 男生會覺得說 因為不順路 如果要送女朋友回去有一點K 那你是我女朋友 你應該能夠體諒我一下 我們在外面是做人給人家看的 自己人應該做什麼人 就不需要客套 可是那如果今天換一個角度 說我們開車 然後把我們所有的朋友都送回去 然後送男朋友 的時候就叫你們自己做車 那一定要抓狂的啊 對不對 對 要這樣啦 有一點鬼啊 男生可以這樣 對啊 像我以前的女朋友 我覺得她對她朋友比對我好 她知道她同事生病 所以她幫同事賣早餐機藥 然後徹底送過去 哦 對 可是平常都是我賣早餐給她吃的 因為她一直說 哦 我不喜歡早餐店裡的味道 甚至我生病睡覺了 她還把我咬心 然後說 哦 我肚子餓 我很要你去買早餐給我吃的 那這麼差這麼多 就她要你照顧她啊 她就是跟你傻家 我一直在照顧她 對啊 所以你不要跟她計較嘛 我男友就是 就是也是跟你剛才說的那個 同一個人 就是送到捷運站的那個男朋友 然後他就是 他個性很奇怪 他做的事情 你全部跟我出去玩 或者是大家約什麼 他都會拖到最後一刻才出門 就是非常愛遲到的人 那天就是她要去公司 她其實去公司也沒幹嘛 就是下午 然後因為我要去的地方 跟她公司很近 我就說 那你要不要先 就是順便載我這樣子 然後她可能 譬如說假設她是1點要到公司好了 以她的個性 她通常是12點半才出門 然後我那天我就說 那這樣我們12點15分的時候出發 這樣OK嗎 她就說 我想要11點半出門 怎麼走 我就說對啊 為什麼這麼早 因為我不用這麼早到 然後我就說 欸 你不是1點才要到嗎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不想遲到 很好啊 然後我就覺得 欸 什麼 那就是你平常跟我們約到這樣 然後你去公司 那天也沒什麼重要的事情 我們也常常出去玩 就是譬如說要搭一個什麼列車 然後因為他就是一拖拖拉拉 就差一點搭不到 然後他那次我就覺得 私宿列車喔 搭不到也好 還好沒搭到 對不對 對啦 反正他就是很 很雙面 他就是會用一些很奇怪的理由 就是他平常明明就很愛遲到 然後他這時候他就會說 本來就不應該遲到啊 女生通常只要談戀愛或結婚之後 還是會以老公跟男朋友為重 可是男人不會耶 而且他們的理由都是說 因為你是我太太 你是我女朋友 所以我要對別人更好 因為你是我身邊的人 是 你知道我老公很奇怪就是 譬如說他跟我約了吃飯 然後他會就跟我說 老婆明天中午吃飯 然後你會到發現第二天 十一點他還在床上 然後我已經九點就起來 想說中午要吃飯 是 然後十一點多我就跟他說 老公 老公 不是中午要吃飯嗎 然後他還慢慢的起來 坐在那邊 然後看新聞 回神 我說十二點要吃飯 你以前追我的時候 在藍白下面等了 三個鐘頭耶 好帥 時間好久遠 他就是以前傻事做多了耶 不行太久了 怎麼有一天會醒呢 而且藍白那一棟都拆了 對 還在講 也不過就是25年前的事好嗎 好久了 然後現在就是睡到十一點 拖到十二點 可是只要是孔哥從大陸回來 是 跟他約明天要吃飯 他九點就起來了 這種你就是要認命啊 我就跟他說你要去哪 他說沒有那個孔哥回台灣了 我們要約吃飯 我說為什麼跟我約吃飯 就睡到十一點 不然你也移民久久回一次嘛 回來一次 看他會不會這樣 對啊 因為孔哥一年就那一兩次嘛 沒有 曹曹回來找他 就你天天吃 吃酒也是溫妮 都一定的 哈哈哈哈 你誰穿你腳話那麼直呢 哈哈哈哈 可是玉琳哥你要知道哦 等你們老了 陪在你們身邊 餵你們飯的是老婆 會是看護 不會啦 以前我也有一個 很誇張的韓國前女友 她是本來是我的同學 可是為什麼我喜歡她的理由呢 因為她在那個朋友的面前 或者是在外面 很有禮貌 什麼不會大聲講話 或者是不會吃很臭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很不臭 我醉她 然後我們就在一起了 可是我們在一起之後 她完全不一樣的人 像我們兩個人一起去那個 打機車燈車的時候 明明就是裡面有很多位置 可是她先跟我說 妳先坐 因為我們還是年輕 用一個位置就好 目前就好 OK 可是 我坐之後 她馬上坐我的腿上 這樣解 計程車 妳知道 不是計程車 捷運 不好意思講錯了 捷運 對 在捷運裡面 明明就是很多那個位置嘛 對 她偏偏坐在妳的腿上 對 然後因為她覺得那個 其他的位置要給老人家坐 然後我們兩個人就 她就想跟你撒嬌啊 可是就 妳知道我多難看嗎 在韓國 沒有人這樣子坐 而且 不管在捷運 我們在那個 可運站 或者是其他那個 學校裡面 她就一直抱我 在外面一直抱我 然後一直要求 親我她耶 這樣妳還不要 哇塞 妳現在到底是在說要 還是在抱怨 送妳的雞腿 對 在韓國真的很美麗 可能會被長輩罵 在韓國啦 對 我也其實不太喜歡 她就這樣 那如果是一個 真的很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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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長輩看了都不會罵 重點是她沒有很正的正的正的 所以我說 如果有一個很正很正的話 那你就OK啦 那個到時候再想想吧 對 是喔 也不要偷檢討別人 那製作單位跟我 惹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說我也不講別人 我們要檢討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自己呢 在說別人是雙面親人的時候 自己就是雙面親人 我老婆常這樣抱怨我 因為我老婆是這樣 我老婆都懷疑她沒有掌紋 你知道嗎 因為她拿什麼東西都會掉 不知道為什麼掉 掉 她連摸自己的臉都會 還會鼓勵 讓大家久等啦 沒有這一段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讓大家久等啦 她就會變這樣 好啦 那因為這個事情呢 常常家庭風波 我就常常說 她說你不要每次我在家裡面 每隔三五分鐘 啪啪啪 碰碰 咚咚 都是這樣 你只插小孩 沒有從你手上疊下來而已 在家裡什麼 都會疊 那換又是就在發 發胃她自己也不高興而已 也沒有啊 有時候很高興的時候 她也會這樣啊 她有一次幫我慶祝生日 真是鬧劇一場 那個最後驚喜 老婆信生的拿了一個蛋糕 祝你生日快樂 她整個蛋糕也 哎唷喂啊 真的假的啦 可是聽我節目就停了 暗掉了 就很不吉利嘛 好 那因為這個事情呢 常常常常 有一天呢 有一個朋友來我家 那那個朋友呢 就我們那個吃飯 那個吃碗 然後整個都 砰 就到我旁邊 就 碗就掉下去了 不開心 不應該是撩手啦 他來我家吃飯就不開心 撩手 然後那個吃碗整個碎了 碎到還割傷我的腳 哦 那我當下怎麼樣 我當下不但不生氣 我反而安慰他 沒事沒事 可是你都流血啦 沒事哎呀 流血什麼關係 我這聲大風大浪 尖多了 沒事的 是不是 沒有這樣安慰的 沒事吧 被網哥倒不會有怎樣 你看跟你一下 也不會怎樣啊 你看趕快跟我們下嘛 不要亂講 然後呢 那個朋友回家以後呢 我還生怕說 他會不會內疚 我還撥了電話給他 一掛完電話 我老婆在旁邊 瞪著我 怎麼樣 你是愛他是不是 你說愛他 奇怪 這跟愛不愛有什麼關係 我平常 一個東西滑下去 你就在那邊 那個一直唸一直唸 人家現在碗破的 割上你的腳 哇 你怎麼這麼有禮貌 對啊 他好討厭喔 然後後來那天午夜夢魂 我就要告訴我自己 我會不會就是雙面情人 我是不是要改變自己的做法 是不是加在一視同仁 我們家庭要和解很容易喔 不可以這樣子 家庭和解喔 有撇步 就是一件事情做好就好 你把你對待你朋友的態度 拿回來對待你老婆 你就發現家和萬事性 對 所以你就拿碗割他 沒有這個 所以我現在每次 對我老婆有一股火要發的時候 我就告訴自己 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我朋友身上 我會怎麼對待 我就用那個方式來對待他 果然家庭喔 就美滿了很多了 哇 沒錯 就來這裡做面子耶 成長多少 成長了 真的 到了50歲還不成長也完蛋了 那有時候還是像玉琳哥這樣 有智慧處理啊 但是有時候另外一半 還真的是太誇張了 他對你的雙面待遇真的太誇張了 讓你真的差點想要離婚或分手了 有沒有 我跟你講 我之前又找過一個女朋友 然後我認識她的時候啊 就還沒有交往啊 我就會看她就是對朋友的那種態度 她就超隨和的 什麼朋友說什麼他都會配合 比如說說什麼要去哪裡吃飯啊什麼的 她說什麼都可以啊 都OK 要去哪裡玩是玩水啊 還是就是玩雪啊 也都OK 都沒有什麼問題 朋友吃到 她也會說 沒關係啊 慢慢來啊 不急啊 什麼的 那 我開始跟她交往後 我就發現說 朋友跟對我是完全不一樣的態度 因為就比如說如果我睡過頭啊 就是約會啊什麼的 然後會稍微遲到一下 她就 那你不用來了 然後我 然後如果我說我們出國玩啊 我們去玩水啊 去那種海盜啊 去玩水啊 那她也會說你瘋了嗎 你自己去啊 那邊都是曬太陽啊什麼的 我就 我才不要啊 然後吃飯也會就是很難搞啊 這個不吃 那個不吃啊 那個餐廳不喜歡啊什麼的 就很難搞 然後就一直都是這樣子 到最後 我就覺得發現說 這個我們真的很不適合啊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 她有一點生氣 然後我有一點生氣 然後吵架啊 然後我就提分手啊 可是我覺得很多人 真的都是交往前後差太多 小鐘哥要怎麼 已經搞定了啊 像我剛剛講的前一任男友啊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一位 他基本上也是 我跟他認識的時候 他也是好好先生 就是朋友介紹我們認識的時候 就是因為講說 這個人脾氣很好啊 然後很講道理 然後不亂發脾氣 什麼事情都理性溝通 可是當我們在一起以後 就完全不是這樣 就是那種只要他那種 有一次我們在路上 然後我已經忘了 為什麼很芝麻綠豆的小事 然後講到後來他就爆氣 他就說你為什麼一直跟我變 然後就開始猛踩油門 台北市區耶 他最快車耶 然後那種光飆 然後我真的覺得我會死在那 然後我當下已經說 我不氣我不氣 我什麼都不用 我們不要再吵架了 我真的有 我會死在那裡 超可怕 然後那一次以後我就覺得說 這種真的就要分手了 對 小鐘哥會開快車嗎 我也是那個曾經交往過的一個 他是 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是 就是一個很獨立的 就是姐姐型的女常人 就是他的工資很大 然後他的位置也很高的那種 然後布下很多 然後我覺得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就跟大家一起 就是朋友一起吃飯 我覺得他不可能喜歡上 我那種這種人 因為不配嘛 真的 對 幹嘛這樣啊 安慰一下 一樣 不一樣的領域 不同領域 對 不一樣 然後他就是以前是做模特的那種 比我高很多 然後漂亮 像姐姐 然後但是我們見面 見面好幾次之後 就互相喜歡上 然後終於 交往了 是 超級開心 然後 就交往才 之後 才發現 他是一個 私底下是還滿 大笨蛋 蛤 我嚇到了 因為他 外面是真的很 什麼都會 我一個女生就可以 生活下去 男人都不需要 那種的感覺嘛 但是私底下 比如說每次出去約會 就每三次裡面 一次是掉自己的手機 沒了 或者是錢包 然後 錢包也會掉 錢包也會掉 然後每個月一次 丟自己家裡的鑰匙 蛤 他掉的是韭菜的 還是高麗菜的 哈哈 錢包 錢包掉就算了 對 錢包就是 就是我以為他是一個 很做 就是頭腦好好的 但是結果就是一個 什麼都掉 什麼都沒了 然後我覺得怎麼辦 然後我每次都打電話 不通 為什麼 他說 因為我掉了自己的手機 然後再自己去 辦新的東西 之類的 然後就 家裡也是很髒 就是 拖的東西直接這樣放地上 然後 偶爾他幫我做料理 都是烤焦黑黑的 我現在觀察到的 女強人幾乎都是這樣 就是在事業上 他真的是 你無法去找到他的一個 小缺點 缺點 他做得非常好 可是換到私生活 只要他把這個東西 換到一個私人領域的時候 完全就不行了耶 真的 真的完全不行 你老婆應該也是吧 女強人 他剛講那些種種的行徑 我以為我們是交往 同一個女生 對 可是 不是 可是合理的推 合理的推測 就是他太專注在他事業上面 所以 其實這些對他來說都是小事 所以他覺得這些都是不重要的 對 包括我們 對 還對 他都會有三孽緣 然後就去看 沒有 沒有這一部 我錄完影 然後我們肚子很餓 就想說 因為朋友一起去吃熱炒 然後到熱炒店門口 我突然接到電話要對通告 我就說那你先進去點餐什麼的 然後我接一下電話 然後因為他朋友也還沒到 我就開始對 然後有一個通告 就是他都會對很久 我就在外面真的講了大概三四十分鐘 結果我進去看到就是 他一個人 就是他朋友也還沒來 然後就是他默默的在吃桌上的 滿多菜 臉超臭 一定啊 超級臭 然後他就開始對我發脾氣 我就說 可是我剛才不是故意讓你等 就是因為工作的零食要 就是對通告很緊急這樣子 我不是故意的 那就是讓你久等了 就很不好意思 可是他還是 一般人不是 一般人不是就 好啦好啦 那就一起吃嗎 因為我肚子也很餓 他就是一直給我擺臭臉 然後在那邊發怒 這種好令人發怒 對 然後我想說你幹嘛 我又不是故意怎麼樣的 好像是你工作才是工作 我們都不能工作 對 然後就是我覺得 我也是做的 一定是一輪內容的時候 那個態度太輕浮啦 我在外面 讓人家覺得說 你好像跟男生聊得很愉快 不是 因為你在外面 他沒聽到你的聲音 所以他只有看到你的這樣 對 他看到你的聲音 好 想說你在外面 讓你這樣 OK 有可能 然後可是 後來我回家 我真的覺得很難過 因為他在外面就是表現出來 都是他人很好啊 然後笑臉贏人 對 不認識的人 或是對家裡的長輩什麼都是 就是平常有的時候 可能我跟他吵架 我媽知道了 他都會幫他講話耶 因為就覺得 哎呀一定是你脾氣不好 或什麼 你跟這種交往很辛苦 我覺得真的好委屈 想說你為了這麼一點的事情 跟我生氣到家裡 都還在保暮耶 我老婆很愛玩手機 所以我們以前槍槍狡詐 可是 幾年都沒有 可是 最近又開始吵架了 因為手機的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在 他出門的時候 他要跟他的朋友一起去吃飯 比如說 以前有一次 他跟 他出門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他跟Doris一起吃火鍋 然後我就出門了 然後我大概一個小時就 就傳訊息給他 你在幹嘛 然後我就30分鐘之後 跟誰啊什麼的 他都沒有 沒有對我的訊息耶 然後 我打電話 他都沒有接 結果他回來家裡了 當然我有沒有生氣 生氣嘛 我就罵他 為什麼你都沒有回我的訊息 沒有接我的電話 他就跟我說 哎 你的訊息都是很無聊耶 我有沒有跟你說 我跟Doris一起去吃火鍋 真的 看你的訊息 你在幹嘛 我在吃飯啊 他罵你張話 他罵你張話耶 他說 看你的訊息 對 看 看我的 對 跟誰 跟Doris啊 Doris 對 然後為什麼沒有接電話 那時候剛好什麼接 這樣或者是忙 然後我就以後忘記了 可是女生真的不能 對男生這樣接 因為我沒有這樣子關心他 他又罵我 我有關心他 他又罵我耶 你關心我們收到 我們不一定要互動啊 我們知道你也在關心就好啦 我們的行程你也知道 問那麼多幹嘛 對啦 不要求回報啦 這樣比較快樂 對 對 付出就付出嘛 你怎麼來人 你是看破紅塵的是不是 菩薩啊 你要消髮 那個出家了是不是 心底受更有福嘛 你剛剛那一幕好像被橋下說書了 你知道很多老婆會讓 老公在外面幫他做足面子 因為他會有面子嘛 姐妹都覺得他嫁得很好 我一個女生朋友 他從結婚那一天 就是大家都羨慕 他嫁到一個好老公 永遠姐妹吃飯 老公一定會來付帳 然後每次到特別的節日 他就會把他的禮物 跟我們講說他老公送他的 我們就覺得說 天啊 這老公也太好了吧 後來因為他們結婚十年 前陣子就吵得很兇 然後他約我們出來 他就一直哭 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老公這麼好 我們認識他十年了 看到他對你都很好啊 他才跟我們說 他其實他老公 每一次幫他付完帳之後 他老公就會要求他 幫他付 下次他跟他哥們的那一團 一筆還一筆就對了 對 然後呢 再加堆跟他斤斤計較那個錢 再來就是 他說他每一次 有時候節日 在我們姐妹面 獻的那些禮物 他說的確是他老公 帶他去的 但都是刷他自己的卡 啊 他說其實都是他付的 他說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他老公很愛面子 所以他這十年當中 他都讓他老公在外面 做足了面子 所以我們到後來才發現 天啊 這個男人 你明明知道老婆 在這樣幫你做足面子 你還能夠差異這麼 你好歹也演一下 私底下演一下 所以就是女生有時候 也不要幫男人做太多面子 嗯 我以前有個女友 當朋友問他如果 如果周末有沒有空出去玩 他就馬上說有 回到家 只有我們兩個獨處是 他就跟我講 呃 你要騙你朋友說 呃 其實我想和他 呃 單獨相處 所以沒有辦法去 第一次 我覺得好 不錯 沒關係 第二次 呃 我好朋友是 他 呃 他做同樣要求是 我就跟他吵架了 因為 到底是他不想去是不是 為什麼他每次都讓我當壞人 這 這就是你存在的意義啊 哈哈哈哈 還是你長得比較強 是啊 有時候你看 那個 那個 老公不想去運籌的時候 還不是會把老婆推做錢 老婆跟我去喝酒 一定要這樣講 啊 對不對 啊玉琳哥 我們這個理由是一定要用的嘛 你不用這樣講 你講這理由沒有用 大家知道 你真正的理由是不想花錢啊 也是耶 對 還有朋友借錢的時候 我們不好意思拒絕人家 因為這樣子失去嘛 都要講說 你也知道我老婆那個人 你也知道她的人 一個錢達四個結 就是她 她不給我借妳的啊 對啊 然後我們就都變壞了 對啊 真的 男生很會這樣 對啊 糟糕喔 賈斯汀 我 之前交過一個女朋友 很誇張 應該算是我 交過最難約的女朋友 然後 她是那時候 我想要約她出來吃飯啊 還是去哪裡玩 她說 我沒辦法 因為我還要上課 然後下課之後 我還要去上班 嗯哼 一整天好 就很累 然後想說 啊好吧 那你這麼累 那 呃 如果你下班 下班的時候 我們吃晚餐好不好 就簡單嘛 她說不行 我還要回家寫功課 你真的不知道 我有多累 我說那OK OK 我了解 那什麼時候可以跟你約 她想想想說 下個月吧 蛤 下個月 他怎麼不說下班 下班 對啊 怎麼會有難等 要等那麼久了 這不是真的喜歡你啊 他就是不愛你嘛 他在奪你嘛 你的問題嘛 所以那一天我就說 就是你的問題嘛 就是你的問題嘛 所以 我們就找到一個 不愛你的人嘛 對啊 對啊 該不會是你花錢的吧 對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那天晚上 我就在家裡 呃 反正那個 FB 發現他被表記 他去夜店 他就是不愛你啊 跟朋友 喜歡你啊 OK 我就 就問他 我說 欸你 你不是說你很忙嗎 為什麼去夜店 他說 難得有這麼一次 可以去夜店 陪朋友玩 我說 哦 哦好啊 結果他去了好幾次 那個禮拜 學會成長 看看玉琳哥 對啊 已經過了 那個霸氣要拿出來嗎 已經過了三四次了 我要你我就去酒店 不要亂叫 最後來咧 你跟他 最後來我就想說 那 那我就陪你一起去 因為他已經去了好幾次 他不是要你 他不是要你 為什麼就要你 回去 他不是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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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想看到你啊 他就不想看到你啊 他想要自己去玩啊 他要陪他去 就這麼明顯了 請問一下 你們兩個 他說今天不行 今天是Ladies Night 你們兩個交 你們兩個交往是 雙方知道的情況 交往 你那意思是說 他一廂情願 有可能啊 因為男女朋友女生 怎麼會這樣子 女生會這樣騙 就是真的討厭你 結果我們就分手了 因為他的原因 我們有自由 你跟我老婆剛交往 那時候還沒結婚的時候 我那個生日 他當作這個重大節慶在舉辦 我至今午夜夢迴 熱淚盈眶 總會想起 當年他對待我的 那個第一次生日的時候 那時候呢 在最高潮的時候呢 看不到 那時候是我女朋友 看不到自己的女朋友 然後突然有人推出 一個大禮盒出來 然後女朋友 破槍而出 因為他知道一直以來 我最喜歡的女生 是隨手系列的 所以他就把自己 打扮成隨手系列 半截的那種隨手服 然後短裙這樣子 我就大受感動 我覺得說 他這麼保守的女生 願意為我配合 這樣做成這樣一個打扮 好啦 但也就那一次了 所以我們日漸交往以後呢 媽媽就會遺忘掉 到我的生日 年紀越來越大 他總是會說 他有時候滿感傷的 好可愛 過一次 少一次 真的 要珍惜 你還補這一句 阿倫姐 好 再過一個月就是我生日 我當時 我那一次就特意在想說 我就看 我也不提醒你 因為我已經看到你 對你這個乾姐姐 用心 這麼用心 我就看你會對我怎麼樣 因為當時有吵嘛 我說 你不要說年紀大 因為大人也渴望被重視 渴望被珍惜 我也想要過生日 你有暗示他 我也要 HAPPY BIRTHDAY這樣子嘛 我也要享受這種感覺嘛 好啦 過一個月 我的生日 他果真忘記了 他一早就出門 我就等了 等到已經快要晚上12點了 我真的忍無可忍 我自己打開冰箱 然後一個小的 小塊的蛋糕 那是前一天去星巴克買的那一種 我自己插上一根蠟燭 點燃那一根 還是白白的蠟燭 然後低聲 低聲 吟唱 祝自己生日 好厲害 有兩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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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至少可以運氣 沒有那麼難過啦 只有我們家那隻貴賓狗陪我 現在很多公司的聚餐 有些男孩子會帶自己的老婆 或是女朋友去參加 我一個姐妹 她就是去參加她男朋友的聚餐 你知道她男朋友在公司同事面前 就一直不停地誇他們那一組 剛剛升上去當主管的那個人 然後還誇她說什麼 業務能力很強啊 怎麼樣替公司帶來多少業績 然後最近又買了什麼 雙B的好車 就一直誇 誇一誇之後 後來回家上車之後 那你知道女孩子就會在車上 跟男朋友在討論 你的同事怎麼樣 然後那個姐妹就說 你們公司那個主管好厲害喔 跟你一起進公司 現在升這麼快 然後她男朋友就說 厲害什麼 就只會巴的我們老闆娘 完全是靠手段 你在以為她業務能力強嗎 我剛剛妳講她 只是想說 搭公司同事不要這樣 然後我那個姐妹想說 怎麼會男生也會坐這種 倒車上就 對啊 她吃醋了 然後我那姐妹跟她說 不會啊 我看她人滿好 而且你看她最近又換車 感覺一定是 她說換什麼車 換雙B了不起嗎 搞不好背了一堆的貸款 我告訴你 不要看那些開著雙B的人 你知道那些貸款搞不好 都付得多辛苦 好像厚喔 我覺得講 賈斯汀說對 我覺得那個她在吃醋 賈斯汀也有說對過 不是 那個女生應該要跟她講說 妳之後也可以這樣 我相信妳 我很支持妳 因為她Key我講說 妳跟她同時進公司 妳看她升那麼快 問題是男生也不要 裡面外面表現得差這麼大 因為妳講沒有跟她面子啊 之前遇到一模一樣 是 就是狀況一模一樣 就是她也是 她在外面就是很愛請客啊 然後很愛就是請喝酒 然後還會把朋友捧得超高的 然後講說 哇 她很棒啊 很厲害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 那妳如果把人家壞話講成這樣 那妳幹嘛還要跟她出去 那人家跟你約妳就不要去 她就說 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 妳是國中生嗎 就那種國中小女生 才會有這種事情啊 在背後講人家壞話 真的 真的 這個男生有問題 如果是男生好的兄弟 妳是不是覺得妳自己是 兩性評論家 每一位妳都有得接 在這一題我覺得是 因為如果我們男生真的是好兄弟 是是是 我不會一直誇妳說 妳好厲害好厲害 然後私底下講妳壞話 嗯 我會就是說 欸金銘仔 怎麼了 在妳的面前喔 欸欸欸欸 這個王八蛋欸 超死的 在妳面前 妳真的想罵她 對 沒有會在妳面前講妳的壞話 對啊 那到底為什麼 因為很多男生真的會說 欸在私底下跟我們聊天的時候 就會說 你看 比如說他都想講 你看沈玉琳 他其實私底下 我跟你講他根本沒什麼 他都靠女人啊 什麼什麼 然後就表面上 妳說錯囉 玉琳哥 不是啦 我只是假裝這樣講 我從想到他都靠我自己 他私底下都會 比如說他假裝 我也過生日都一個人 他是說會假裝這樣講嗎 假裝一年都多壞多壞這樣 可是私底下還是會跟他約出去吃飯 對啊 好根本 心想的時候都會看不懂 那是什麼意思 那個進階版的男生互動是什麼 是明明已經 大家都知道你們吵架了喔 然後在攝影棚後台遇到對不對 玉琳哥你好啊 好啊好啊 怎麼約吃飯OK啊 電臉電臉電臉 這樣 就有辦法這樣喔 對 真的 為什麼那這個就不會是真的好朋友啊 對不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難免朋友會失戀嘛 然後他就會抱怨什麼的 但是一般人失戀可能頂多就是 就很難過這樣子 可能大家出去喝個酒啊 吃飯聊天 大家出去玩 然後但是他有一個朋友 他失戀的狀況就是比較 嚴重一點 他就是會 女生已經很明確的跟他說 我們就不可能 但他還是會 常常去女生家附近徘徊 就去等他 然後或者是一直看 就是關注女生的臉書跟IG 看他在哪裡 可能就會去這樣子 然後他因為那時候 他一直去找我男友聊心事 然後我男友可能就是會 就安慰他什麼什麼的 但他私底下就會跟我抱怨說 他覺得這個人這樣子不行 就是這麼做不OK 他覺得他很煩 然後說他不應該這樣很像恐怖情人啊 什麼什麼 然後可能一方面敲他 他又說 好啦好啦你不要難過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他很奇怪 他就在不敢直接跟他講說 你不要這麼做 或是你可以去認識別的人之類的 他就會表面上安撫他 然後可能兩邊都是他的朋友 然後那男生會做出一些比較誇張的行為 就是好啊那現在你不要再繼續跟我在一起 那你把我送你的東西都還我 好幼稚喔 對 然後可是女生就覺得說 那我不想跟他見面 然後就拜託我男友把東西拿給他 就變成中間的橋樑 好煩喔 然後他就會一直幫他們做這些事情 可是又一直抱怨說覺得他們很煩 那我就覺得你幹嘛不直接跟你朋友講 你幹嘛來跟我抱怨這些 就是你在朋友面前是都裝得 好啦好啦沒關係我幫你們 可是你背後也是一直在講他們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真的女生雙面起來很可怕 尤其是吃醋的時候 就是我交往過一個女生 她有一個好姐妹她的朋友 然後她的朋友算 就是不能說好漂亮的那種類型的朋友 就是個性很好 但是 我們懂意思了 對 然後她從來沒有 沒有那個交往過的那種女生 然後我也是當她就是朋友 然後就很就是很喜歡她 然後所以我那個時候女朋友 教她怎麼穿衣服 教她怎麼化妝 怎麼跟男生聊天 她一直叫她 應該怎麼樣應該怎麼樣 這樣子可以跟男生怎麼樣 然後她一直 然後差不多交了一年多 她終於有了一個曖昧的對象 然後我們兩個都很開心 真的喔 好好好 然後我就問我女朋友說 好啊 那我看一下她 合不合格 OK 然後我就我們約四個人一起吃飯的 晚上吃飯 吃飯 然後我那個時候 她對她的那個第一印象就是 很好啊 就是長得也蠻帥的 也很溫柔的樣子 我覺得OK 然後我女朋友一直聊聊 聊了之後我們回家了 然後我跟她說 她很不錯耶 她很不錯耶 然後就我女朋友那個時候 就是臉變了 她說 完全不懂 為什麼那種男生 會喜歡上那種女生 啊 啊 啊 我就是 意義就是那個嘛 就是意思就是 為什麼那個帥哥 可以喜歡上這個醜女的意思嘛 啊 我覺得 哇她的心 怎麼這麼可怕 你不是很 就是 因緣就是 加油支持的嗎 然後她說 不可能 我覺得那個男生一定是 目的是她的錢 其實是那個女生是有 有錢的一個女孩子 但是 我覺得不是啊 但是為什麼怎麼那麼可以這樣子 想的那麼黑黑的 對 她這樣子 一跟男朋友講完 你應該也不敢跟這女生交往 對啊 所以馬上分手了 毛毛的 而且她的這個吃住的樣子 我看的時候很可怕 我覺得 她有一種 我的朋友比自己的男朋友還要 就是帥的已經抓到了那種 你知道意思嗎 我也很難過啊 她被比她 對耶 對 對不對 對 羨慕她喔 這樣的表現喔 覺得自己算手 對 所以我 對耶 對耶 好難過喔 都沒有考慮到她的歷史 對啊 身邊人的心情 她越生氣越難過 真的 但是其實這種 雙面的真的很可怕啊 因為不知道到底該怎麼想 就是因為有一次啊 我跟老婆一起 我們在外面走走走啊 然後遇到了她一個女生朋友 然後那個女生朋友 就剪了頭髮啊 然後還有染 染頭髮 染色啊這樣子 然後是她說是那種 就是現在很流行的啊 就很 很特別這樣子 然後老婆就馬上說 對啊對啊 很好看耶 很特別喔 好像蔡依林啊這樣子 然後就 哇很好看 然後 那個朋友走了之後 她就馬上就跟我說 她怎麼會剪成這樣子啊 好不適合她喔 以前好看多了 那我聽到這個的時候 我心裡就是真的像說 那我沒一次去剪頭髮 她都說好看啊 很帥啊 她是不是 跟朋友說 會突然默默想到自己 你知道嗎 最好不要去參加同學會 如果真的要去參加 就不要提早走 因為那提早走得好倒楣喔 只要前腳一走 起初就來了 或是沒來的 怎麼變成話題 我以前陪那個 以前一個女朋友去參加 他們女校嘛 同學會 然後大家就聚在一起 雞雞渣渣這樣子 然後女生聊天都這樣 好羨慕你喔 你嫁得好好喔 還行還行啦 那女生沒有離開喔 只是去尿個尿而已喔 一去尿 旁邊就有人講說 放屁啦 什麼叫得好 他老公 以前不錯 開工廠 那個工廠燒掉了 有笑成這樣 好可怕 就變這樣 有這麼壞 你也知道 有的女生笑起來跟火雞一樣 就 變這樣 好啦 還咕嚕咕嚕嚕 然後後來人一個一個走了 有沒有也不敢上 因為但是一走 就會變成那些人的下場 可是沒辦法 因為在趕時間了嘛 因為在當中 他們也有人讚美我 也是跟那個女朋友講說 你好棒喔 你跟這麼好的男朋友在一起 沈玉琳OK啊 我們都知道她做節目很有名 她長得很帥 大家也都說她長得像劉德華 這是你自己家的 這是你自己家的 場面話一定都得是這一種的啦 對 可是這個場面話太明顯了 對 但是也就是因為她講得太誇張 所以搞得我不敢離開 後來你就憋到龐光炎了 沒有那麼久 過了一個禮拜以後呢 當時的女朋友 就跟那幾個比較熟的同學 有另外又聚會 對 她說就跟我女朋友講說 她那些人好賤好壞 嘴巴好壞 你知道嗎 你們那天一走 她馬上講你們的壞話 你知道嗎 人家說人家不是讚美你男朋友說 像劉德華嗎 結果馬上你們一走 那個同學會 一個女生就講說 她哪是劉德華 我看啊 她只能叫做劉華 那為什麼叫劉華 她講人還滿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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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德啊 好嗎 劉德華 對 對 就這樣 妳有情緒的時候 真的千萬不要傷害妳身邊的人 對啊 因為她才是最關心的人 其實有時候 我們會把最真實的情緒 給另外一半 可是都忽略他們的感受 對嘛 想想妳看玉琳哥講的 家和玩笑 對 對不對 不要要求回報好嗎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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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